盡可能都不要讓它停止 一停止就糟糕了 大家好 我是聰明 今天分享的是清熱解凍 很適合夏天喝的快靚正經典糖水 它就是蛋花馬蹄露 是不是很滑溜很好味呢 很容易做的 一起來試試吧 今天我們做這個蛋花馬蹄爽 最大的特色當然有馬蹄 而且最重要是快靚正 前後總送加起來大概15分鐘都不用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第一時間先煮水 水的份量視乎你要煮多少碗而定 我就會方便大家用飯碗來計算 我想煮4碗水 4碗水你會加多少來煮呢 我會加5碗的 因為加加減減 蒸發一點 差不多 5碗水煮完就大概有4碗水 5碗水加起來還有少許胃 我們加完水之後就順便加糖 大概2個湯匙的黃冰糖 有些人會用白糖 不過我覺得冰糖會比較滋潤 大概2個湯匙 大概2個飯匙 一次過煮熔了它先熔了 這樣速度就會快些 一邊煮糖水的時候 一邊我準備了5粒馬蹄 買馬蹄的時候 最重要是選一些實心一點的 因為實心一點的意思 就代表外面沒有那麼多粒陷的位置 或者軟粒粒軟的 最麻煩的馬蹄就是把它去皮 其他東西應該都難理不了 因為實在是太方便了 我們把它全部都刨皮 趁著刨皮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下馬蹄的功效 馬蹄的性味為 行糧、微甘、可以清熱身瓶、涼血解毒 還可以書乾明目、利器通化等等 而馬蹄的作用呢 就能夠抗腫瘤、抗菌、清肺化痰、治療呼吸道疾病 對糖尿病都有輔助的療效 所以都是很有益的蔬菜來的 嘩好靚 選得好靚、好實正 我們一邊去皮的時候 最好都是用一盆水浸著它 因為它都會有一些黃的跡象會發黑 喜歡用刨皮刨皮也好 像我這樣的麥克風也好 其實麥克風我覺得更方便 可以齊齊齊去做 然後快靜靜 保證乾乾淨淨 刨皮得很快很乾淨 很徹底一點 習慣了就可以了 很快就已經刨皮好 這時候我們可以選擇 究竟你是喜歡切片 切成一塊塊的形狀式 會有些脆泡泡的口感 還是像我一樣 我自己喜歡清涼爽的感覺 我喜歡喝下去 這時候我們就出動重型武器 好拍一點 拍一拍它 拍鬆它之後再去刨散它 這樣喝下去會有些爽爽的感覺 如果你怕它四圍彈 用力過渡 用發布 這樣吸住它來拍 這樣拍 蓋住它 以防萬一 喜歡拍到多刨散都沒問題 開來看看吧 夠不夠碎 不夠碎 我們就去刨散它 我就會覺得 你刨散完之後喝 才會有清涼爽的感覺 可以喝下去才好 因為我們這個馬蹄爐 是要來喝下去的 不是要結韜韜的 做一些不稀又不滑,有些刮刮的液體 我就會覺得還可以再幼少少 夏天就最適合喝的,這些馬蹄 撞碎它 有時重型武器就是拍攝的最好 夠力量 夠重的刀才能做到前後去搓這些東西 這樣就會快些 OK,就這樣,五粒馬蹄就弄成這樣 那邊水都滾 OK,這樣 這時候我們把時間把馬蹄放進去 順手 隨便煮一下 這樣它就會甜一點 真的,有些東西熟了和生吃 出不到味道 你要熟才能出到味道 調個小火,隨便它慢慢煮著 好了,我們一邊煮馬蹄的時候 一邊就加上馬蹄粉漿 我們五碗水,煮成四碗水 我們就加上四殼的馬蹄粉 差不多就可以了 一碗就大概是一個湯匙左右 三 四 如果你覺得它太稠,就補水 大概份量每一個碗就加一個飯匙 就差不多了 水呢,我們就要開稀 我就用了飲用水來開 因為你如果就這樣放些粉下去 搞不定的 它是會... 結塔太一塊東西 這樣 我們先用開水,開均勻它 稀深一點,一邊推下去的時候 就會更加均勻 最起碼要搞到馬蹄粉的粒粒 沒有了,就為之合格了 你會看到它不太容易 可以混合均勻 我們再去攪拌一下 它就會... 再去滑身一點 割好了這兩碗東西之後 我們就留一點點 大概是一兩個湯匙左右 一會兒我們就要把這些雞蛋放進去 那為什麼要把這些雞蛋放進去呢 那現在要發蛋了 這樣它就會更加柔軟 其實很多時候做炒蛋 炒滑蛋,我們加牛奶來炒 都會用這一招 這樣它會... 出來的效果就會更加滑 當然,我們炒蛋就不會加這個馬蹄粉 多數會加一些生粉水 這樣它又會滑一點 所以它又會容易凝固 不會太容易出水 所以如果你說炒蛋的時候 不妨試一下 加一些生粉水和牛奶 煮一兩個蛋 就這樣看上去 那些很黃的顏色都會變得很稀 我們一會兒拉蛋巴 就會容易起絲 不過這次就不是用生粉來做 用馬蹄粉來做一個滑身的效果 OK 這樣就完了 我們過去 埋上粉漿下去 好了,過來這邊 看到有一點點不太漂亮 有時候馬蹄 你蝕了一點點下去 你就不要太介意 有一點點黑點 給你一點機會小弟 我們下這些芡汁 無論你打生粉水或者什麼 都先拌一拌底 加細一點微滾狀態 這樣下去就會安全一點 我們下的時候 就一邊去攪拌 盡可能就要它均勻一點下去 而且我這個鍋真的剛剛好 太過多水的話 反而真的會有機會爆煲 你看到底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拿一點點出來 混合一下它才下 一下下去馬上膠 所以寧願小火都不用大火 顏色差不多了 我們加一個最小的火 下去煮起它 大概是煮幾分鐘左右 馬蹄粉就已經是全熟了 期間就小心一點 它湧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用小火 這裡就大概分幾分鐘左右 兩分鐘都不用 我們就可以見到它中間都煮起 這樣就差不多了 熟了 我們現在是時候下蛋水了 下蛋水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先關火 這樣會安全一點 開火也可以 不過速度要更加快 而且我這裡太過悶 我們就攪著它來下 因為這樣一下去 絲才可以拉得起 要不然就會變成一塊塊 現在關火了 中間就要夠熱的 即是沸騰的 這樣就一邊下 一邊去攪拌 盡可能都不要讓它停止 一停止 這樣就糟糕了 現在整個 漿可以漲了 阻力會大了 OK 變成白色 好幼細 這個時候 我們才開個細火 直到它剛剛好 滾起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看到它中間有些起泡 即是它已經全熟了 蛋都 這樣就可以試味 看看你想怎樣 太過甜的話 不,如果不夠甜的話就加些糖 就這樣 夠不夠滑 看看 再拌出來看看 嘩,絲到不得了 大功告成了 不過我就會放涼它來吃 好啊 夠滑嫩 整隊 大功告成了 那我就會喜歡放涼它才吃 這個角度看上去就更加容易看 它稀稠到這樣的 放下去 如果想它稀一點就加一點水 想它甜一點就加一點糖 夠不夠幼細呢 蛋絲 再不再加多一點水 更滑一點 可以 我覺得OK 那我放涼它就吃了 那相信這麼多糖水來講 最方便快手 真的是這個清涼爽糖水 那如果喜歡這一份食譜的話 就記得按個讚 厲害吧 那就下集再見 希望大家可以清熱又解毒 剛剛好 又不是稀又不是滑 嗯 還要有一點點馬蹄的梳梳 真的冷吃又可以 熱又可以 暖吃又可以 不得 希望大家喜歡 真的 嗯 真的不得了 走了 太好吃了